周棠好在去年帮妈妈比利姐制作单曲 入围本届金曲奖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木子俩一起走红毯 这更是比利姐出道55年第一次登上金曲奖 被问到入围的心情 周棠好则坦言自己目前还没回过身 很开心这一次可以用制作人的身份入围 不过对于儿子的优秀 比利姐也在受访时突然哽咽 还差点流下眼泪 对于儿子首度入围金曲 比利姐不忘替儿子抱委曲表示 她早就该入围了 有那么多好歌 而第一次参加金曲奖 她也幽默表示 金曲奖都没有尊重艺人 怎么都没有找她 但放话未来不要拿特别贡献奖 直呼要拿就拿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看来粉丝们可以期待一下 比利姐的全新音乐作品啦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